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生意难做 工作又难找 很多人更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其实未来这几年我们都不要太乐观了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历经当中我们不退步就是在进步了 今天就和大家来讲一讲 当下环境之下 普通人如何做到自我变革 实现逆流而上 第一 坚守 如果你的生意大方向是正确的 此时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 那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 那业绩下降也是正常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过于的惊慌 也不要轻易的选择放弃 因为选择放弃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再说此时也未必就有更好的生意会适合你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减少各项的开支 金钱人员 科学的压缩生产成本 把运营的费用降到最低 做到未与筹谋 此时我们把经营方向从扩张转向到内念 从小做大是一种能力 但是从大做小那就是一种智慧 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活下来有时候就是一种胜利 那如果你还在就业的话 那这个时候工作再不如意 你也不要轻易的去跳槽或者是辞职 现在这个大环境下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是非常不错的 你也不要羡慕别人 今年赚了多少钱 你看到的只是个别现象而已 那些亏本的大部分人啊 你是看不到的 你会说大环境不好 我身边的人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呀 那是因为大家都还有一点余粮 窘迫不会一下呈现出来 经济因素不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更要稳扎稳打 做到更长远一点的打算 第二突破上面讲了困难时期 我们要去坚守 但是现在为何又要我们去突破呢 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你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前提的 当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 值得你去坚守的生意和工作 那如果此时你的生意在风雨来临之前 本身就遥遥欲坠 日暮西山 那艰难的生存者 此时啊 你还选择坚持的话 那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终究会被市场所淘汰掉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不管我们之前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努力啊 此时我们都要勇敢的切割掉 那不然只能是自己说服住了自己 最后温水煮青蛙熬死了自己 很多人会说 我除掉会做现在的这个工作以外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会干啊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有三种办法可以帮到你 第一多出去走一走 那也许在你出去走一趟之后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商机了 就会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了 你不会做其他的事情 就说明你还没有跳出原来的圈子 第二 向朝阳行业或者是风口行业看清 不要再停在现在的西洋行业 那如果你从一个西洋行业 跳到另外一个西洋行业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找到自己能够快速接受的领域 原则上讲我们是从熟不救生 那就是从事自己熟悉的行业 不要贸然的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 那如果实在找不到自己熟悉的行业 那就从事相关的行业 第三成长 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除掉要做好以上工作外 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必须要做 那就是让自己成长 每一次的风雨过后都会迎来下一个阳光的旭日 所以狂风暴雨来宁的时候 不是看谁跑得最快 而是看谁站得最稳 此时我们不能比速度 我们只能比软实力 我们就要学学朱元璋的广基良 高筑强缓撑王的策略 那利用好这个机会啊 我们多去学习 多成长 多接触风口行业的相关行业 那即使此时你一无所知也没有关系 因为当下正好有这个机会 让你走进去学习和了解嘛 所以呢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我们要静下心来分析 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去坚守 什么事情呢 我们又要果断的选择放弃 然后呢 再让自己充电 那做好这三点啊 也许能帮到正在人生低估的你 你觉得当下环境中 我们还要做到哪些工作 我们才能够实现自我突破和变革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好看